司法機構說 去年反修例社會事件以來 各級法院已經處理或正處理613宗相關案件 司法機構回覆議員查詢時說 預期未來有大量的相關案件 正是探討延長開庭時間和安排星期六開庭 又會探討重用全關法院大樓的可能性 至於會不會設立專屬法院處理 司法機構說 當中涵蓋多種罪行 考慮到定罪之後可以判處的刑罰 案件應該在不同級別的法院審理 律政司就說 鑑於公眾秩序活動案件增加 已安排專對處理檢控工作 不排除未來已調動更多人手和外判案件